又有颱風形成了 位於關島南方的熱帶性低氣壓 在上午八點形成了輕度颱風珊瑚 而距離台灣呢 目前還是有兩千多公里的 而目前呢 是以每小時十六公里 朝西北的方向前進 氣象局就預估 如果青台珊瑚行進的方向不變 朝向日本的機率會比較高 青台機率並不大